由县府依发基金补助台北军雪中心办理的快乐军雪爱在金门活动 1月10号到1月17号在金门六个定点巡回办理 那因为天气冷加上下雨 所以这个全台湾的军雪带都不够 那加上冬天来了肠胃型的疾病 或者是手术越来越多 所以需求的血越来越多 那你供给不够 然后需求多 所以血带一定会不足 那这在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台湾的有效的血带 一天就2点多带 但意思就是说如果两天都没有人军雪 就没有血带 生病的人就没有办法来输雪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加上疫情 疫情的影响大家又不太敢军雪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金门的乡亲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帮助大家 军雪一带救人不只一命 一带血可以救三个人的命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出来军雪 谢谢各位 台北军雪委员会主席和金门师指会 木兰师指会金融师指会 三个分会会长 拜会副县长 讨讨捐雪活动 营养品的捐助 以及开幕记者会 我们非常感谢这一个捐雪文会的卢主席 还有我们地区的私职会 非常的关心我们社会的公益 即将在1月4号到17号 来举办这一个捐雪活动 我在这边代表县政府 还有城管县长 还有我们今天们的相亲 特别的感谢他们 那我想捐雪除了这个助人以外 其实捐雪也可以有非常多的好处 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除了这个身体的健康 那还有甚至还可以做这个小健检 因为捐雪的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很基础的体温 或者是说这个血压 捐完之后呢 血液还必须 我看到资料了 还会先进行13项的检查 这实际上检查完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血液才可以用 所以也是一个 算是一个副产品 就是捐完血之后呢 还可以做一个小型的健康检查 而这一回的捐雪活动 由地区的企业捐赠物资 以及营养品 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乡亲 共襄胜举 在原来中的核养品 再和您的组织 如果您的胜尻 如果您将之后 也看到一个 就是我们的胜尻